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军一拥而入 曾经的南京城是一个人口70万个大城市 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反复战争 人口巨减 到了1863年只剩下20万人 被乡军合围以后 李秀城无法解决粮食问题 两年内被迫放134万人出城逃命 到了城破的时候 南京剩下3万多人 其中不到一万是太平军 其余两万多是老百姓 入城后 包括李秀城在内的数千太平军突围 其余数千太平军在城内进行巷战 这些基本都是两广级的骨干战士 他们明白即便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干脆拼一拼 在和太平军激战之时 湘军四面烧杀抢 抢 所有湘军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抢 这不是湘军第一次抢 但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湘军为什么抢 原因也不复杂 这就是他们从军的目的 湘军本来就是团列相拥 基本都是农民子弟 文化程度很低 曾国藩的中军味道口号 对他们来说很遥远 对于这些贫穷汉勇的人来说 从军九死一生的目的 无非是用命换钱 遗憾的是 清廷的资金短缺 湘军长期浅军下 久将破城前 湖林一撑水师 暴营 一渠客营上嵌十二三万两 湖林一集二 第172夜 月露书舍 安庆破城前 嵌想更加严重 军想已嵌六个月 湖林一日夜焦灼 无数可计 湖林一集八 第889夜 为此 湘军甚至出现滑扁 实现巨重要钱 为了平息士兵们的金钱欲望 自己又没钱可用 曾国藩之流 默认攻破城市以后 让他们抢劫 湘军官兵很明白 南京攻陷以后 湘军就很有可能被解散 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抢劫 所以 此次人人都参加抢劫 甚至军营的勤杂工 甚至伤病员 都入城抢劫 一些文官注重名声 不愿意亲自抢劫 就低价收购一些官兵们抢来的财物 古董 等于是分赃 南京城内的财物 完全被洗劫一空 后来认为 抢劫超过十万两百银财物的湘军将领 就有上百人 一说南京被抢走的财物 古董 至少价值上千万两百银 一些湘军将领抢劫到巨额财物后 干脆不当官了 直接回乡买房子买地 做起富裕的大地主 以曾国权本人为例 当时上海报纸报道 曾国权抢走的财物 用几十艘大船运载 后购买的良田就有一百青 有意思的是 曾国藩上报 太平天国在南京并没有什么财宝留下 当然没有 都被抢光了 烧 除了太平军自己纵火以外 主要是乡军毁灭抢劫的证据 当时整个南京城到处都是大火 诸如天王府之类建筑被烧的金光 城内自围公匿府 以及民房西府遗住 万事焚烧 百物当尽 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 生灵图炭 待无欲于今日 沙 赵列文能静居日记 写道 延阶死尸十之九阶老者 其又还未满二三岁者 一着陆以为喜 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聚武 老者无不负伤 或十余刀 数十刀 谭四同 谭四同全集写道 三十二年后 谭四同流南京时 仍听说 湘军一破城 贱人即杀 欠乌即少 子女欲多早数入于湘军 而金陵岁永穷已 至今 父老言之 由神愤恨此次屠杀 以杀害 老弱妇孺为主 因为湘军需要青壮年劳动力搬运抢来的财物 这次屠杀相当惨烈 万幸 那时南京人口已经很稀少 只剩下不到三万人 所以 湘军屠杀的总数还是有限的 银 当时史料记载 年轻妇女多被掠走 一起装在船上运走 作为战利品 这些年轻女人或被卖为奴婢 或成为军人的妻子或者小妾 船上哭声整天 城内已经没有青壮年男人 很多老人沿河追着船只哭喊 试图救他们的女儿或者儿媳 但无济于事 如果追得太近 老人还可能遭遇杀身之祸 南京由此遭受一次大劫难 李鸿章成为两江总督后写道 一座空城 四周荒田 乌乌 乌人 乌浅 电影投名壮重 对湘军的行为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抢钱 抢梁 抢娘们 声明 本文参考圣圣训昌 实说太平天国刘安平 曾国藩大船 红军湘军图成考论 图片来自网络的百度图片 如有侵权请通知山徒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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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